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Michael, 在疫情期間 體育賽事取消 有很多球會都虧得大錢 熱賜的前回長 說他的球員應該減薪 另外 熱賜亦曾經要求其他職員 放種家產, 拿取英國政府的薪金 但是引來批評 一起看看前輩長怎麼說 Lillian, Bandwagon就是花車 現在說花車的疫情這麼嚴重 就是這樣 以前很多樂手 都會在花車上巡迴表演 每一次表演 都會吸引很多觀眾在後面追著 後來一些政治人物或商人 都用花車來做宣傳 觀眾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算看到花車就會湧上去 所以Jump on the Bandwagon 即是說人家跟風 不過我覺得 不應該每個人都跳在Bandwagon 人家跳你又跳 Think before you jump on the bandwagon